嗨呀 每次都在做红酒炖牛肉 有点吃腻了怎么办 今天我在这个食谱的基础上 多加了巧克力 可以瞬间提升这道菜的奢华感 首先我们要选一个酒体丰富的红葡萄酒 比如很多人会选用 Carbonnet Sauvignon 或者是Mobank 但是我今天选用了南非的Pinotage 微微带烟熏雪茄味的红葡萄酒来烹饪 就跟平时的红酒炖牛肉的做法一样 洋葱培根切丁 蒜头切末 胡萝卜切块 牛肉切大块一点 撒上盐 黑胡椒 面粉 拌匀 再来先把培根煸出油脂 炒到金黄 然后捞起备用 同一口锅开大火 然后把牛肉丝面煎上色 锁住肉汁 好了就先捞起备用 一样同一个锅不用洗 转中火 加入洋葱炒到半透明 然后加入蒜蓉和番茄糕翻炒均匀 牛肉回锅后加入红酒和牛高汤 加入胡萝卜 白底香和香叶 煮滚后转小火 盖锅煮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把白底香和香叶取出 加入蘑菇 煮滚后转小火 再煮30分钟 最后在起锅前加入黑巧克力 搅拌均匀 让黑巧完全跟酱汁融合 就大功告成了 这套菜我搭配了一些爽口的花菜饭 可以平衡油腻 红酒炖牛肉 加了微微苦 却很加分的黑巧克力 丰富的层次感 让每一口都充满惊喜 配上没有用完的红酒小酌 会特别有feel enjoy